游客在光凸凸的石槽上面拍照就很容易滑倒 更不用说是站在长满绿色石纯的石槽沟上 到了每年的2月到5月期间 石槽就会长满绿色的石纯 成为当地的著名观光景点之一 而近几年在石门区游客人潮更是暴增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游客 都为了一睹这美丽的奇特景色 不过人一多也就衍生出许多的环境与安全问题 那因为有很多民众也希望去拍照 然后就会去采到这些石槽 那我们在这边还是要呼吁各位游客 来到这边观赏的时候 第一个还是要注意安全 因为在那边施滑 踩上去会很危险 那另外也不要没有功德性的 跑到石槽那边采它去拍照 这样会造成它的生长会比较容易白化 石门区老梅海边沿岸的石槽地形 经过长时间的风化与海浪侵蚀作用 形成交错排列的石槽沟 而石槽上面斩满绿色的石槽也就成为绿石槽 许多摄影爱好者都为了绿色石槽与海浪所激起的浪花 搭配绿色地毯增相拍照 但是最近还是有许多人不顾自身安全 就直接将双脚踩踏在绿色石槽上面 不但会影响石槽的生长 湿滑的地形也容易跌入海中 那如果说我们还是会派人在那边劝导 那如果劝导不听有损害到自然景观资源的部分 那虽然它绿石槽不是一个生态保育区 或是自然保留区 或是野生动物区这种公告的地区 但是如果有损害自然资源的部分 我们还是会可以依花展光条例第62条 第一款除华3万块以上 那我们当然还是以口头劝导为主 也希望大家爱护这片自然的美景 北关书表示游客在绿色石槽上面 不仅是湿滑也容易发生意外 而这也让绿色石槽的生长情形会越来越少 虽然绿藻的白化死亡主要是因为太阳的日照 不过为了自然景观还有自身安全 游客还是得遵照一旁不显眼的告示牌上头的规定 如果为了拍摄美景而破坏了沿岸的自然生态 还有自身安全那可真的是得不偿失 记者许端艺 石门采访报道